哈嘍大家好,Its me,阿洋 本期的薩達傳說歷史系列 這條分支線而包含了 眾神三角力、芝夢島、神秘果實 眾神三角力2、三劍客、初代以及林克的冒險 都是非常老的年代了 那麼就開始吧 在十字俑者時代的林克 在最後的與加隆多夫的戰鬥中落敗了 是的,就是遊戲中Game Over了 但是你沒有重來 於是這世紀的林克就真的殞落了 加隆多夫不但獲得了林克的勇氣三角力 和薩爾達的智慧三角力 完成了整個完整的神聖三角力 以薩爾達公主為首的七賢者 最後的手段就是將加隆和三角力封印在聖域 也就是當初三角力所在的黃金之地 因此原本的黃金之地 如今也變成現在的黑暗世界 就這樣勇者戰敗的時間點上也出現了分歧 這條時間線就這樣誕生 被稱為勇者戰敗時間線 七賢者封印加隆多夫的多年後 在這個年代 神聖三角力原本只存在於神話裡面 由於加隆多夫對整個世界造成的影響 神聖三角力被世人們所知道 許多貪婪的人們為了爭奪三角力 進入當初的聖域 也是如今的黑暗世界 但進入聖域的人沒有一個回來 這些進入聖域的人在黑暗世界中 被加隆的力量變成了怪物 並成為了加隆的軍隊 邪惡的力量不斷的增強的情況下 怪物們入侵了海拉魯 當時的海拉魯王命令那個時代的海拉魯騎士團 與七賢者們聯手封印黑暗世界的大門 儘管保衛他們的海拉魯騎士團幾乎全軍覆沒 但是他們還是成功了 後世稱這場戰爭為封印戰爭 海拉魯在戰鬥中付出了許多生命的代價 而這個世界也形成了所謂的 光明世界的海拉魯大陸 與被變成黑暗世界而不復存在的聖敵 於是光明與黑暗的時代就開始了 封印戰爭後 多年來海拉魯王國一直處於和平時代 直到某天王國突然受到一系列瘟疫和感慨 國王懷疑是黑暗世界再度入侵 但是封印卻完好如缺 似乎不是黑暗世界所為 於是國王發出了懸賞找出原因 這時候一位名為雅古尼姆的黑巫師 他使用了一種沒人知道的魔法 制止了整個災難 於是雅古尼姆被稱為是 賢者再度降臨的英雄 但是事情有那麼簡單嗎? 這個時代的林克在睡夢中被一個聲音喚醒 林克的叔叔帶著劍跟盾準備出門 儘管叔叔千交代萬交代不要隨便出門 但是林克對於來自心底深處聲音的好奇心 還是順著感應來到了城堡 在城堡的地牢中 林克發現重傷了叔叔 林克的叔叔用最後一口氣告訴林克 他是當初那些神聖牺牲奉獻的 海拉魯騎士團的繼承人 所以為什麼曠野之行的林克 會是海拉魯騎士的設定 這其實是由其傳統存在的 在青岩目睹叔叔死去 林克繼承了他的劍翰盾牌 隨後林克衝進城堡 並救出了薩爾達 薩爾達隨後告訴了林克事情的經過 被稱為賢者的雅古尼姆 行擾了所有海拉魯士兵 還把青鞋者的後衣送到黑暗世界中 其目的就是為了打破加農的封印 這樣他就能統治兩個世界 而現在七弦者中的其中六個後衣都被抓走了 最後剩下的就是薩爾達公主 當公主躺到牢房裡時 他只能絕望的求救祈禱著 所以原來林克聽到的聲音 就是來自薩爾達的呼救 大家還記得曠野之行裡面 林克怎麼行的吧 這可是公主與勇者自古以來 就有這種心電感應了 林克將公主交給教會的牧師照顧 自己就踏上了尋找三個美德吊飾的旅程 只有收齊了三個吊飾的人 才有資格拔起藏於迷途森林裡面的大石之間 才有辦法驅散黑暗世界的力量 來到東方的神殿與眾多的鎧夾武士大戰 順利擊敗他們取得了勇氣吊飾 在格魯德沙漠的沙漠神殿裡面 擊倒了三個巨大的沙蟲 取得了力量吊飾 在海布拉山上的赫拉塔 則是有巨大的蜈蚣怪在守護著智慧吊飾 林克手握數數給他的利劍斬殺了蜈蚣怪 取得了最後一個吊飾 於是林克來到了迷途森林 並且找到了那把傳說的聖劍 大石之劍 身為當初封印戰爭時代 高貴無私的海拉魯騎士團之后一 並且有著三美德的正名的林克 順利的拔起了大石之劍 林克在本來勇者戰敗 以及失去勇者的這個時代 也正式成為這個時代的傳說勇者 與此同時 雅古尼姆襲擊了教會 並抓走了薩爾達公主 林克趕緊進入海拉魯城堡 卻看到雅古尼姆已經將薩爾達送入了黑暗世界 林克在海拉魯城堡頂上 利用大師之劍的神聖之力 不斷地反彈黑暗魔法 擊敗了雅古尼姆 但雅古尼姆臨死前 也用他最後的魔法 將林克拖入了黑暗世界 只要踏入這個扭曲的黑暗世界 都會迷失在黑暗中化身成為魔物 而林克則是變成一隻粉紅的兔子 欸?這是表示林克內心有的少女心嗎? 當然不是 那是因為林克內心的英雄之子 所以沒有變成魔物 至於為什麼是粉紅兔子嗎? 我還是覺得因為林克內心有的少女心 但林克還是找到了月亮珍珠 讓他可以保持人形 並且利用在封印漸漸崩壞之際 在地上那些扭曲的魔鏡 穿梭在光明與黑暗的世界 林克也不斷的救出被困在黑暗世界 迷宮中的少女 這些少女都是賢者的後代 這裡附註一提 賢者後代全部都是人形態 由於遊戲出得非常早 所以還沒有古龍族、卓拉族的設定 而且古龍族哪來的少女 我相信要是有重製版本 應該會修正回來 在冒險最後來到了加農塔 再次遇到了亞古尼姆 也再次擊敗了亞古尼姆 但隨後看到一隻蝙蝠 從亞古尼姆的身體中飛出來 林克追著蝙蝠 來到了黑暗世界的中心 高聳陸雲的金子塔上 出現在眠眼前的 就是邪惡的來源加農 加農對著林克說道 想不到你可以擊敗兩次 另一個自我 亞古尼姆實際上就是加農的分身 加農揮舞著三叉擊 並且使用著黑暗魔法 在林克與他最後的決戰 林克不斷緊逼著他的攻擊 並尋找空隙進攻 終於成功地打倒了黑暗力量的來源 並找到了神聖的三角力 傳說勇者林克雙手高舉神聖三角力 希望世界恢復和平 林克、叔叔和海拉魯王國犧牲的人也都復活 隨著加農的敗退 黑暗世界也逐漸消散 神聖的三角力也再次回到海拉魯的皇室手中 世界也再度恢復了和平 不過這位傳說勇者林克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林克在擊敗加農之後身為騎士團後裔的林克 為了新的災難展開了訓練之旅 但是在返回海拉魯的航海中 林克遇到了一場可怕的暴風雨 並隨著一道洛雷把他的船撤騎乘 林克被衝上岸被一個女子給救了 我們林克雖然人肯話不多 但借到女子的第一句話其實是 欸?你是薩爾達? 但是當然不是 女子說自己叫做馬林 這就不是我要吐槽林克了 不知道是被洛雷給劈灑了還是怎樣 馬林紅頭髮跟薩爾達金髮差那麼多 長得也不像唄 總之林克來到這座島叫做是可惡林島 根據神秘貓頭鷹給他的情報 以及居民們一口同聲的堅持 認為海洋之外什麼都沒有 什麼海拉魯王國三角力公主什麼的 好像都不存在這個世界上 於是林克這時了解到 離開這座島嶼的唯一方法就是收集樂器 喚醒睡在塔馬蘭奇山頂上巨蛋裡沉睡的風雨 就在林克收集樂器的冒險途中 他慢慢的也了解到 其實整座島實際上是風雨的一場夢 而在林克走遍全島並得到薩爾樂器 林克前往山頂演奏了風雨的歌謠 並與風雨的惡夢做最後的戰鬥 身為傳說的勇者 這個小島的冒險對於林克來說 其實根本就像是他的遊樂場 但是其實芝夢島的故事是個悲劇 這些林克收集路上的過程所遭遇的敵人 其實都是那些夢中的生物 為了能夠生存 所以他們必須阻止林克 他們所做的其實只是為了保護自己 和他們的島嶼家園的存在 而要是最後風雨醒來 整個島嶼都會消失 因為這只是風雨的一場夢而已 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 林克最後還是打敗了風雨的惡夢 並且所有的樂器同時演奏 喚醒了風雨 與此同時 可湖嶼島上所有的一切 都會隨著一道道白光消散 林克再次被一道水流給沖走 也再次的林克醒來時 這次是在大海上的一塊浮木漂流 最後林克抬頭一看 一頭風雨飛過他的頭頂 而隨著海鷗飛過 馬鈴的臉也浮現在天空上 也許這也是馬鈴曾經跟林克所說的夢想一樣 他希望他可以自由地翱翔在大海上 就這樣傳說勇者林克的額外奇幻路程結束了 而這位傳說勇者的去向下落不明 究竟有沒有回到海拉魯也無人知曉 隨著傳說勇者擊敗加農之後過了不知多久的時間 加農的養母雙子老媽決定密謀復活他 雙子老媽也是我們在十字體的時候 在沙漠魂之神殿遇到的BOSS 他在十字勇者的年代已經活了超過400歲 他們利用魔法來保持他們的長生不老 為了這個儀式他們需要點盤三種火焰 毀滅之火、悲慘之火和絕望之火 為了獲得這些火焰 女巫派出了他們的爪牙 黑暗將軍戈爾肯到赫羅多拉姆地區 和黑暗祭司貝蘭前往拉布雷努地區 是不是覺得這兩個地區都沒有停過 海拉魯的大地上實際上不是只有海拉魯王國而已 沒錯這兩個地區是另外一個國家 甚至還有自己的女王安比女王 某天一位騎著馬的綠逼少年 手上有著傳說的三角力印記 他也就是這個時代的連客 並旅行來到海拉魯城堡 三角力印指引他來到了這裡 當林克把手放在三角力上時 他就被傳送到了遙遠的赫羅多拉姆 林克醒來之後遇到一位叫做迪寅的少女 是不是覺得很熟悉的名字 他和力量女神同名 不過要注意的是 這不代表他就是力量女神的化身 這位少女迪寅只是一群旅行中表演團的舞者 林克也很快樂的和迪寅跳著舞 但是黑暗將軍戈爾肯現身把迪寅給抓走了 而迪寅的真實身份其實是世紀巫女 他能夠隨時隨地的改變季節 但他卻從不這樣做 並任其自然的流動 而迪寅被黑暗將軍抓走同時也意味著 赫羅多拉姆這塊大地上的季節就會陷入混亂 要讓季節恢復平衡的唯一方法就是 林克必須收集八個大地的恩貴 並且藉著從神殿內取得了世紀之杖的力量 原因是因為在這塊土地上有一個馬卡樹 非常類似海拉魯迷途聲明裡面的德庫樹 馬卡樹是赫羅多拉姆這塊土地的守護者 利用世紀之杖操縱季節 讓這塊土地上的馬卡樹 得以劫出對抗黑暗力量的神秘果實 林克最終打敗了戈爾肯並救出了敵人 恢復了這個地區的季節正常 但是儘管打敗了戈爾肯 其實都還在雙子老媽的計算之中 毀滅之火依舊被點燃了 接著林克被傳送到拉布雷魯地區 也許你會覺得奇怪什麼時候傳送的 這是因為遊戲的設定 兩款遊戲的先後是隨意的 林克遇到了被怪物吸血的音怕 然後他們兩人遇到了正給動物唱歌的納如 是的同樣是黃金山女神的名字 但是依舊不是同一件事情 只不過音怕就的確是我們熟知的音怕 薩爾達最忠實的仆人 實際上音怕之所以在這裡也是薩爾達派遣過來的 為的就是查明這個國家混亂的真相 這時突然一個黑影從音怕身上跳出來 這團黑影就是黑暗祭司貝蘭 並且附身到了納如的身上 而納如正是這個世界的時空巫女 同樣的雖然納如一樣有著這樣的神力 但她也是讓一切隨著自然流動者 不過當然由於黑暗祭司貝蘭的陰謀 過去的時光被改變 整個世界變成了灰暗 黑暗祭司貝蘭洗腦了當時的安秉女王 因此現在林克只能藉由納如的時代術情 在現在和過去之間來回旅行 並收集八個時空的恩惠 讓馬卡術得以順利成長 劫出對抗黑暗力量的神秘果實 並在被洗腦的安秉女王建立的高塔上 林克將黑暗祭司從安秉女王的身體中趕出 並打敗了黑暗祭司貝蘭 拉布雷努的歷史也恢復正常 時間再次回歸到原本正常的時空 但同樣的為時已晚 一樣在雙子老媽的計算之中 悲慘之火已經被點燃了 為了點燃最後一團絕望之火 雙子老媽綁架了薩爾達公主 準備將公主作為魔王復活的祭品 當然我們林克在兩位巫女的幫助下 來到了黑暗祭壇 打倒雙子老媽並阻止了儀式 但是為了完成復活加農所需的獻祭 雙子老媽只能獻上自己的身體 並復活了這個黑暗之王 然而由於儀式還沒有完成 加農就變成了一隻沒有智慧的惡魔野獸 這個時代的勇者林克勇敢的戰鬥 並擊敗了加農 並且恢復了這兩個地區的和平 加農被擊敗之後 三角力再次分裂成了三塊 由於遠古的詛咒與傳說中的天命 被擊敗的加農雖然被封印 但是他還是獲得了其中一塊力量三角力 並一直與他一起被封印著 智慧三角力則是回到海拉魯的皇室 回到了女神的血脈繼承之人 歷代的公主身上 而勇氣三角力則是下落不明 據說是隱藏在勇者的心中 並且在其心中等待覺醒的那一刻 而林克為了阻止之後加農的復活 再度踏上了旅途 林克踏上了那艘註定會成的惡夢之船 題外話時間是不是覺得哪裡怪怪的 我說這艘註定沉默的惡夢船鐵達尼斯尼 是的 在25週年出版的海拉魯歷史百科中 原本的時間線應該是這樣 神秘果實的事件後 林克搭船回去的路上 他會遇到暴風雨 然後遭遇知夢島事件 而且神秘果實事件結局 搭船看起來也非常合理 對吧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任天堂之後出版的百科書裡 修改了這個設定 就不說我個人喜好了 總之眾神三角力與知夢島的林克 被設定成了同一個人 神秘果實的林克則是另一個 但是光明與黑暗的時代還沒有結束 薩爾達宇宙的兩個不同世界 還有更多的都市 那由於這條時間線的作品集比較多 本期影片暫時就先包含三個作品到這邊 那我們下期再繼續這條時間線的後續 別忘了訂閱或是加入會員支持我 那麼我是阿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